案情指18歲青年郭顯靜今年12月5日 在屯門新秀街被多仁持刀斬傷 在宋苑後證實不治 警方翻查死者的電話通話記錄 發現23歲的被告劉銘 以及其他同黨通電話聯絡過 警方其後在屯門區拘捕多仁 懷疑與這宗謀殺案有關 其中23歲的被告劉銘 被壓到屯門裁判法院提堂 裁判官將案件押後到今月22日再提堂 等候警方進一步調查 被告要還壓監房 香港昏迷電視記者 宋佳麗 報導